由李一峰 廖凡所主演的电影《心理罪》即将在8月11号全国上映 作为自己挑大量的作品呢 李一峰也是相当卖力的出现在各项宣传中 还把自己的老爸请到了观影现场 而这个带影号的老爸来头可是有点大 电影即将上映 如何吸引更多的观众走进电影院 看起来片方画了很多笔墨放在了李一峰的身上 遇见年轻演员的演技眼下普遍受了质疑 于是发布会上搭档廖凡帅先给李一峰 颁了一个最佳实习生的奖杯 因为电影当中李一峰扮演的心理学天才方木 像是廖凡扮演的警察的实习生 他有一个感性 他还会继续扮 认真努力 前途无聊 而到了晚上的红毯 曾经在电影老婆当中扮演了李一峰父亲的冯小刚 传着便服感觉出席的一场家宴一样 也来给儿子蓬蓬敞乐 熊掌老爸都出马了 李一峰倒是一如既往的淡定 直到当天电影放映结束 走进影厅和观众见面的时候 他还是一副嘻嘻哈哈的样子 不过这样的轻松或许来源于对自己的自信 毕竟根据第一波看完的观众的评价 李一峰扮演的角色本身有着和他这个年纪相仿的鲁莽和冲动 但后半段当更加注重人物内心的时候 他的眼神情感也不脱离 其中一场哭戏更是打动了不少人 其实李一峰在大萤幕的作品并不多 加上这部《心理罪》 还有此前客串出演的《建军大业》 一共只有六部作品 2011年在李一峰首部出演的电影《恋爱恐慌症》当中 面对演技上线的林一辰还是一副青色的模样 等到2015年因为电视剧《古剑奇谈》的人气飙升了 李一峰接连迎来了主演第二第三部电影《知色花开》 怦然心动的机会 不过依旧是青春爱情题材 甚至在心爱女生面前唱歌的桥段也没有变化 电影的口碑和李一峰本人的成长 似乎都没有引起火花 直到《老帕》上映的时候 因为冯小刚的表演过于老辣 大家伙普遍觉得李一峰还是欠点火候 于是和之前塑造的暖男形象不同 李一峰也开始尝试一些更有血有肉的角色 就像这次《心理罪》里也经历了成长和蜕变的方木 不过新作表现是否如第一波观众那样的好评不断 其实还要等到8月11号电影声音之后 更多观众的检验了 希望我很够 再接再厉 继续加油 争取早日 拿个硬币 听到再见 北京采访的